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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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你有多爱我 也不算太多吧 但 也就能耗个一百年 喂 别光顾着谈恋爱荒废的球迹 明天下午两点 在这里 不见不散 好了 大家午休一下 两点集合啊 明轩 接着 听兔兔说 你最近很努力 表扬一下 来言货 看看我最近的家训有没有成效 自己人 干嘛那么认真 好棒 他们人呢 暖夏去休息室了 张小强去买零食 沈学长在睡午觉 军夜嘛 肯定是去找暖夏啦 他们都没在看我打篮球嘛 没有啊 但是我看完了 你头这么准 练这么努力有用吗 你来干嘛 滚出青梦 下次都能看得出来 青梦的打法是以军夜为核心 你再努力 说到底也就是个陪衬 你没脑子吗 我的家训是为了变强 咱们有一天 我会超过军夜 成为核心队员 你根本不了解你的实力 你已经比另外四个渣渣厉害很多了 但是没人肯定你 发掘你的潜力 他们都会相信你不可以 齐峰 张小强 打败这两个对你来说完全不在话下 沈应良 你的速度和耐力也完全防得住他 那军夜呢 我也一样能打败他吗 打败军夜 你根本不需要我的指导 你只需要自信 差点就信了你的鬼话 你是一个聪明人 好好评评我说的话 是一字 你就知道了 零炫发球 动态 零炫获胜 我外卖还没锁完 不奉陪了 谢谢你 顾全大局 放心 打赛在即 我绝对不允许出任何乱子 你可算来了 我最亲爱的 阿姨说了 在她出差期间 我是她的代理人 这几天你必须全都听我的 全都听你的 就不由现在 走 干嘛 走 阿姨说 坐不直 饭盒掉了 今天的饭就别吃了 放个水呗 那可不行 阿姨的一番良苦用心 我很能理解的 坐着 人不在身边 倒给我留个监军 还说话 饭盒都快掉了 你可别怪我没有提醒过你 别乱动 阿姨说 女儿 妈妈做的饭菜 吃起来像饲料吗 那你为什么吃得像一头 小猪 我说你别再吃 别吃了 阿姨不让 我 阿姨暖虾 我得吃一个 你力气大是吧 身为一个淑女 即使使用难度最高的食物 也要吃得优雅 对不起啊 没什么气啊 兔兔 你相信我吗 嗯 以后我绝对不会让你跟我吃苦 我会给你更好的生活 我相信你 提前给你伴奖 嗯 是不是有一点丑 不丑啊 这是我见过最最最最好看的蛋糕 兔兔 我打算慢慢辞掉我的工作 成为一名职业篮球员 以篮球为上 呃 其实你可以不用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 我会心疼的 你不相信我 特别相信 灵萱 其实 大家在边上都看得很清楚 军业是故意没有投进 放谁让你赢的 为什么你们每个人都不承认我的实力 瞧不起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 灵血 我不是故意瞒你的 我不需要军业放水 我也能打败他 你放心 我会证明给所有人看 灵血 你帮他们呀 我一定会脑子 这是我 不能脑子 你脑子 atrás 也会对你 free 这是都是我脑子 的 是你脑子 你脑子 不是你脑子 但是你脑子 我脑子 我脑子 我依旧不是核心 他们不承认我的实力 下一步 该怎么办 神话正在广州人才 有几个主力球员即将毕业 如果你考虑好了 来神话找我 下次接头 点拨罢奈叉 点名 不用点了 还是一样的 四缺一 这个灵炫到底怎么回事 电话不接信息也不回三天了 你们谁知道 不会是有人把军业放水的事 告诉他了吧 我也不是故意的 我马上就去把他缺回来 你怎么在这儿 你怎么在这儿 你总算回来了 我就知道你没有回寝室 肯定来了这里 你看 我又给你做了蛋糕 这次的怎么样 你就别生气了 军业也是为了集体考虑 大赛在即 队里不能起内讧啊 兔兔 你是否相信未来 我能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你就是我的焦点啊 不管在哪里都是 我明白了 你和他们一样看遍我 我又说错了什么 哎 暖夏呢 根还在这儿呢 那 那灵炫呢 已经好几天没来了 果然 怎么啊 发生什么事了 刚录爷给我打电话 听神话的队员说 楚然在为林轩去神话铺路 我还觉得他在胡扯呢 军业 你去哪儿 都愣着干嘛呢 不练球 哎呀 你跟我走吧 走 你跟林轩说什么了 你跟林轩说什么了 我没想到 全是这种人 我跟他说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 诺夏 别打了你们 放开 放手 干吗呢 诺夏 你关过你男朋友 别让多乐有人 你这种人也配叫人 君业 你先走 这边我解决 楚然 我想跟你谈谈 我先走了 楚然哥 有几个问题想问你 希望你看在咱们俩 十几年的交情 如实回答我 好 是不是你要 灵炫离开清梦的 是 为什么这么做 清梦可是你的母队 你应该了解这一篮谈 你应该清楚 运动员一生不可能 只销利一个俱乐部 我现在属于神话 清梦已经是过去时了 那你也不能为了新东家 使用这么卑鄙的手段 卑鄙吗 没有 我只是告诉林轩她的优势 你也不能否认 她的潜力很大 对吗 那你也不能这样做呀 马上就是对抗赛了 我猜你肯定知道林轩的脾气 只要你怂恿她 她肯定会出问题 不是吗 我不否认 我是使用了一些手段 但这些手段没有伤害任何人 也没有违反任何一个公平竞赛的规则 暖夏 我不否认我是想赢才会做这些 但我不觉得我自己有错 我也不觉得我对不起谁 篮球场上只有输赢 没有什么人情世故 你好好想想吧 与其在这儿问我做了些什么 还不如想想对策 楚然 我对你太失望了 你曾经是我爸最看重 最得意的弟子 我相信我爸从来没有教过你这些 你错了暖夏 你着什么急呀 人家不是兄妹 胜死兄妹 他不会把暖夏怎么着的 这些就是你爸教我的 你敢说他没有告诉我要努力取胜吗 但我爸从来不教任何人 把赢 看得比任何事情都重要 我爸对你就是看走了眼 你懂什么 苏教练比我更看重输赢 要不然他也不会因为我的失误 因为那场比赛输了 因为那场比赛输了 心脏病发作 撒手人患 你什么意思 我爸是 对 是因为我 你知道这一年我是怎么过的吗 我闭上眼前做事那个失误 我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 你说赢不重要 但就是因为那场比赛输了 我这辈子最敬佩的人去世了 他嘴上说着 人高于篮球 都是骗我们的 他只不过为了给球员减压 不对 你说的不对 你心情不暖夏 输赢是每一个篮球参与者 最在乎的 苏教练也不例外 何道 冷夏 冷夏 我觉得 苏教练不是褚然说的那样 虽然我和他的接触并不多 但是我记得以前 和楚然争队长闹情绪的时候 他还特意找过我 他找你干吗 他跟我说 不要把胜负心看得太重 不论是选队长 还是打比赛 他还说 人要学会和自己比较 要不断地超越自己 还说了一段很长的话 他反正不是楚然说的那样 他并不是只在乎输赢 我知道他跟你说了什么 他跟你说的应该是 我们不是为了赢一场比赛 也不是为了赢一个球队 我们的初衷是走得更远 变得更强 篮球可以塑造人 成就人 冠军不是篮球的唯一 对不对 对 阿姨 是有这句话 不愧是要做我们 俗家女婿的人 老头子要是知道 有个徒弟那么理解他 他肯定会特别开心的 妈 你怎么来了 幸亏我来了 不然的话还不知道出什么事 你在这儿打球没有用 应该早点找我 我这儿有些东西 你们看了就明白了 这是什么 这是你爸留下的日志 初然这孩子都这个情况了 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里面有不少你爸和球员们 相处的一些事 这么多 我记得关于初然的罪毒 你们把这个给他 没准能帮到那孩子 你爸和初然 跟亲父子差不多 我实在是不忍心 看到他对你爸有误解 更不愿意看到这孩子走错路 明白 这是我爸留下来的日记 里面有很多关于你的事 或许你看一看 能解开你和他的心结 今天老友介绍过来一个不错的苗子 初然 刚刚十一岁 已经是一米七多的大个子 他爸说他很叛逆 不爱学习 也不爱说话 我问他最喜欢做什么 他说他开心了就打球 不开心了也打球 这是篮球给他的初心 我希望他能永远记住 今天初然比赛输了 大比分落后对手 看得出来这孩子心态有点失衡 从他来球队 不是第一就是第二 从来没有这样输过 我认为这对他来说 是很好的历练 比赛后 我跟他聊了几句 输赢并不是篮球的全部 不知道这孩子懂了没有 初然的状态一直在下滑 上一场 我只让他打了七分钟 结束后 他来找我谈话 认为自己不该被那么对待 我把他训练一顿 打球其实是次要 先要做 我希望篮球带给他好的品格和意志 这是我对他的磨练 你到底要干什么 那夏有话要对你说 楚然哥 我 楚然哥 你也不用太子责了 误会已经解开了 而且 你也真正理解我爸 并且知道 我爸的离开不是因为你 你该放下了 我爸在天之灵 肯定也不希望你一直活在愧疚当中 为什么我这么对你们 你们还愿意来帮我 因为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你呢 是我爸最得意的弟子 你们师徒两个人 是最了解彼此的人 谢谢你们让我知道 自己做了多少傻事 灵炫的事我来解决 即使他不来神话 选不选择留在清梦 也要看他自己 对嘛 早就应该这样 那就让我们 痛痛快快 光明磊落地 打一场对抗赛 谢谢 各位学弟学妹 今天是我作为助教 给你们上的最后一堂课 用不了多久 我就会正式毕业 告别清梦大学 然后投身职场 大学四年 学业艰苦 这一点一滴历历在目 默然回首 却到了说再见的时候 如果非要说什么心得的话 这些年 我虽然取得了一些 学术上的成绩 但真正支撑我 鼓舞我 让我至暗时刻不放弃的 并不完全是我对专业的热爱 那是什么呀 这话什么意思 教授和导师们常常说 我们的学科非常地枯燥 需要有一点情怀 去对抗冰冷的数据 未免某天变得麻木 失去热忱 而篮球 就是我的情怀 不好意思啊 有点雷提 但 如果没有对篮球的执着 就没有大学四年的沈亿良 谢谢 还有十分钟 我们不能再等了 教练 直接上替补吧 不 再等等 雷下呢 全找遍了 都没有 雷下 不等了 上场 可算赶上了 你不是说你不来吗 我自己想了一下 不来不是我性格呀 核心队员是靠自己争取的 而不是闹脾气得来的 你说呢 来 调研就位 来 秦梦 陛下 这么重要的比赛 为什么秦梦的观众不多 去年的对抗赛输了 连篮球队都解散了 今年是临时组建的队伍 估计是不想看再被我们虐吧 老夏 你知道他们说的话了没有 等着看吧 今天这场比赛打赢 以后的比赛我们都收门票 嗯 好像他们说的也没错吧 就你多嘴 各位同学 各位观众 本届清梦队神话的校技比赛即将开始 我们的主队球员呢 正在篮下热身 客队球员呢 也已经纷纷地走进了通道 首先呢 踏上球场的是 SG 顾远 PG 白音 C位中锋 江依晨 PF 丁磊 以及两所高校 都具有很高人气的 神话大学队长兼助教 SF小前锋 楚阳 来 楚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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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长 你怎么来了 这么重要的比赛我怎么能不来 老夏 我知道这次比赛 对你们妇女的特殊意义 我和你在一起 给你们打击 谢谢校长 好啊 既然这场比赛这么有意义 不如我也来加一点赌注 这个呢 是去年我从你父亲手里赢过来的 如果今天轻盟取胜 这块金牌 我双手放上 你干嘛一直看手机 夏泽他们和清梦今天约了比赛 我有点不放心 所以考虑要不要去看一下 去吧 你这反应不对啊 是不是生气了 你觉得呢 青子虽然表面平静 但眼中分明闪着寒光 我还是谨慎一点 先耐心沟通下吧 嗯 嗯 青子啊 虽然我很喜欢你 但你也知道 我们这部剧本来就是关于篮球的 其实 痴迷篮球才是我的人设 你说对不对 不行 你让我去一次吧 我说不行就不行 那你说 要我怎么样才行 等下期正片的时候再说咯 讲道理没有 那是要逼我展示霸祖的气场吗 楚然 你今天要赶走出这个门 以后小剧场就不用出现了 起来 干嘛 你不让我出现 那我就把你带到球场 让你在我身边 看我和军业对决 你连小剧场都不愿意陪我 我凭什么相信你啊 你坐在 草场里 看着手机 在等着谁信息 我坐下了楼梯 数着阶梯 一步一步再与你接近 你有些爱自己 都让我莫名开心 不知那天不小心 不相信 不相信 意外爱上你 不相信意外爱上你 你偶尔也有小脾气 我会应付你的情绪 每天给你 每天给你一块心情 爱上你 爱上你 难以忘记 难以忘记 一分一秒 时间也停息 我会应付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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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缘分让我们相遇 爱着你没有原因